大家好 我是陈寗 最近 在跟朋友聊一些 这种关于音响推力的问题 其实 我发现 其实最近 大家在看这个音响的时候 常常会 关注一件事情就是瓦数 其实这不能说现在 但是现在我觉得特别明显 因为 现在因为这种音响的 delay 放大技术 特别盛行 然后加上音响 现在的音响要行销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如果是放在30 年前 40 年前的话 音响是当时的最高科技产品 你要行销很简单 你只要推出一台新的扩大机就可以了 可是走到今天 你说 一个 HomePod 它有那么多功能 它甚至还可以有 Siri 的功能 那一台音响对于 普遍大众来说 它要行销的重点其实很少 所以 大部分的音响 它就会标榜 所以我们的扩大机瓦数有多大有多大 比如说像一台小小的扩大机 然后强调我们有 200 瓦推力 什么的 那这些数字 其实我一直都强调 就是音响不能看数字来玩 因为 音响你用数字量化的时候 没错它可以看到很多数据 比如说失真 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 你用数字来玩音响 如果 假使你真的想要用数字来玩音响的话 那么 我觉得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是很重要的 那在这瓦数上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会比较好呢 其实我必须说 如果真的以一对喇叭来讲 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到 200 瓦 500 瓦的这样的推力去推呢 其实 大部分的时候是不需要的 即便是像鹦鹉螺这种 这么难推的喇叭 其实 它大部分的时候也没有用到那么大瓦数 所以 其实一台扩大机 它的最大瓦数是多少 其实真的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看有一些比较老牌的品牌 它的扩大机瓦数都不是很大 像 比如说 Nagra 好了 Nagra 它的真空管扩大机 旗舰的后级 它写多少? 50 Accuphase 的旗舰的后级写多少? 60 所以其实它的瓦数 就是 大概就是那样子而已 就是 5、60 瓦 然后 A 类的或真空管的 其实在驱动一些 这种比较大型 我们强调说 它的低效率 或者是难推喇叭 大单体喇叭的时候 其实都是绰绰有余的 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 这是因为我们在看这个音响瓦数的功率标示的时候 我常常会忽略一件事情就是 喇叭本身 它并不是它的有一个东西叫主抗 就是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电流流进喇叭时的一个主力 这个主抗它不是恒定不变的 我们在看喇叭的时候 它后面都会写一个 8 欧姆或者是 4 欧姆之类这样的数字 但是那个是它这个喇叭设计的时候是 8 欧姆 可是它实际运行的时候 那就不一定了 比如说以这个 B&W 的喇叭来说 很多人都说 B&W 的喇叭难推 如果你的扩大机推力不够 它就会软角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软角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B&W 的喇叭 它是一个主抗变化非常大的喇叭 所以当它如果忽然间发出比较大的音量 比如说鼓声 蹦 或者是像比如说你听一些那种交响 像马乐 然后突然间很多管乐同时齐鸣这样子 一个大动态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其实B&W 的喇叭 它的主抗甚至都会往下掉掉掉掉 掉到 1 欧姆 甚至有时候更低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 当这个喇叭的主抗掉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需要扩大机支应更多的电流 才能够去维持它现在发出的那个声量 比如说你现在忽然间 一个低频或者是一个炮声 蹦 然后它的这个主抗瞬间掉下来的时候 你的扩大机就必须要更足够 就是非常充沛的电流 去继续去支撑它发出这个 咯 这样子的声音 那它如果支撑不住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蹦 就没有了 就蹦了之后 后面那个嗡就没有了 那这就是我们俗称的软角 就是这么来的 那要怎么样的扩大机 它才可以去 支应这样的电流呢? 其实 之前我讲过一个东西 但是被很多人笑 就是说其实你看那个扩大机的电源供应设计 它的变压器大不大磕 它的电容大不大磕 其实有很大的部分 就可以决定它能不能支撑得住 那很多人说 陈寗怎么会用重量来判断扩大机的那个好坏呢? 其实我并不是说用重量就可以判断扩大机的好坏 而是好的扩大机通常都轻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即便是走到今天 我们电池科技 已经这么发达的今天 这个扩大机 它要有那么充足的电流 它基本上就还是要有那么大的空间 去存那些电 就好像你买一台特斯拉 然后特斯拉的底盘 全部都是电池一样 就是它存电 还是有它的极限在 不会说 你今天 今天弄一个小小的电容 然后它就可以无限制的供应电量给你 不太可能的 变压器这东西也是一样 所以 音响 并不是说重就一定好 而是好的音响通常都会很重 比如说像我之前有举例过的就是 IQFest 跟 Boulder 这两个都是属于比较一流的音响品牌 它的扩大机都很重 重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 都是重在它的变压器 跟它的那些除电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像 IQFest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压器 然后再加上两颗或四颗非常大的电容 让它里面随时可以有非常多的电能 当你今天喇叭主抗下降 需要大电流供应的时候 它可以及时地从这电容供应更多的电流出去 或者是 Boulder 为什么常举 Boulder 因为 Boulder 是一个刚好相反的做法 就是它不用两颗四颗大电容 而是它用一大堆的小电容 然后去凑出很大的笼子 这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你一次放了一大堆的电容在里面 那它一样可以存比较多电 就好像你放了一堆小电池 也可以存很多电一样 然后再搭配一个很大的变压器 去随时支应这样子的电流量 所以 你今天说 一台扩大机 它推力应该要怎么看的时候 如果 假使你真的很想用数字去看 我会建议你 用 它的 4 欧姆 2 欧姆 1 欧姆 这样子的数字去看 因为 比较高阶的扩大机 其实都会去标示这样的数字 比如说 Accuphase 它的 A75 它就会一路标示到 1 欧姆 它会支应多少的瓦数 比如说它 8 欧姆的时候是 60 瓦 然后 4 欧姆的时候翻倍 120 瓦 然后 2 欧姆的时候再翻倍 变成 240 瓦 到 1 欧姆的时候再翻倍变成 480 瓦 那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即便到 1 欧姆的时候 它的阻抗一直下降的时候 这台扩大机依然可以支应它很强大的电流 所以 我们用这个 A75 去对鹦鹉螺的时候 就可以连续的大动态 不断地发出很强烈的鼓声 那依然不会出现软角 或者是低频下潜不足的问题 可是 很多很多扩大机 尤其是现在一些低类的小扩大机 它是不敢标示这个数字的 它顶多就是 8 欧姆 300 瓦 然后 4 欧姆 200 瓦 那其实你如果套用这个 A75 的概念 你就会发现 它 8 欧姆变成 4 欧姆的时候 它的推力并没有翻倍 也就是说 它在往下的时候 可能它增加幅度会越来越小 也就是说 它其实实际上是供应不了那么多的 甚至它根本就不敢标示 那 这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个行销手段 所以 我会建议 如果你真的想要用数值去评量这些音响的表现的时候 这个部分 当然你要先了解 但是 还是老话一句 音响真的还是要试听看看再说 因为有的时候 喇叭跟扩大机之间 不是说推力够不够 那就一定好不好听的问题了 就好像 我试过 有一些扩大机 它推力很大 比如说像 一些真空管扩大机 它推力很大 我拿它去推别的喇叭的时候都超好听的 可是 拿来推Fyne就是 就是没低频 或者是 我用Accuphase 也是推大部分喇叭很好听的 可是拿去推Aestelon 2 就是 声音音色就是怪怪的 所以 有的时候 这种实际的搭配 一定还是要实际的听看看 才 你会去了解说 那它这样子搭到底好不好听 这也是为什么 严选组合里面并不是说 一台扩大机百搭 为什么有些扩大机 它就是特定搭那几支喇叭而已 然后它不会拿去搭其他喇叭 就是因为 这个扩大机跟喇叭之间 除了这些推力 什么的匹配 的这些表现之外 其实它的音色 或者是它的一些匹配上 都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音响这种东西 老话一句 第一个就是 听过再说 你不要说 说什么 看数字也知道 那绝对推不好 没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真的 第二个就是 你听得开心最重要 如果你说 我听这种软角的声音 我也觉得很开心 就好像 以前我曾经很久很久以前 在音响店工作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客人跟我说过就是 你们那音响不对啦 鼓声 动下去之后 不应该有那个残响 那那个时候 我觉得 那时候我比较年轻的 我去纠正 鼓声怎么可能会没有残响呢 可是后来想想 有可能他一直以来他听的鼓声 都是在吸音做得非常良好的地方 所以他没有听过那个残响 也是有可能的 真的有人是这样子 就是他认为任何的声音都不应该有残响 任何乐器都不应该有残响 真的存在这样的人 所以 我现在都会说啦 音响 如果你听得开心 那我觉得那就是最好的音响 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就会跟你说 我不喜欢那样子 所以音响呢 老话一句 听得开心 最重要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